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作品 可能没有留意 前面 在观音殿 有一尊八面观音 八面观音大概是 十五年前 邀请来的 当时八面观音在哪里邀请来呢 在天台山邀请来 智者大师的天台山 天台山在山顶上 我去天台山的山顶 看到一尊挑佛像的地方 我看这尊有八面观音 十多尺高 哪位大得定 当时还没有铺金 只是有个胚胎 即是一个 rough的 普通刚刚初步的挑割 还要再挑下去 这尊有来历加 是赵朴初订的 他跟我说 知道谁叫赵朴初吗 有没有人不知道赵朴初的举手 赵朴初在中国是佛教的领导 很多年了 赵朴初居士 我说赵朴初居士 何时做好 现在不知道 因为赵朴初居士刚刚往生 他给了一个订 我们也不知道是否做 我说不做 可惜 是的 全中国没有八面观音 只有六面观音 是吗 我说不知 怎样 没有人做 不知 看看哪个恩怨有做 看看哪个有恩怨 我说我有恩怨 我有恩怨做 我想做 你想做 你包起铺金 你付钱 我便付钱 付钱 就是在天台山请下来的 在天台山的香庄墨 是八面观音 八面观音在前面 你猜还有一尊什么呢 浴观音 这个浴观音 是碧玉的观音 碧玉的观音是有来历的 如果说佛教的艺术 在这裏 应该是Dr.Lock 是否在这裏 你最熟 因为你是研究敦煌的艺术 我可以告诉你 我有些什麽 就是这样 那裏有个必施碧玉 这个必施碧玉 是有一个中国人 在很久移民了 大约三十几年前 三十四十年前 他买了一个 碧玉的mine 即是碧玉的矿场 他就发採碧玉 把碧玉运到台湾 所以台湾最初的 那些筷子 那些碧玉件全部 是用必施碧玉 便用必施碧玉制 当必施碧玉面世时 有些人都未见过必施碧玉 一见 哇 抢购 所以他买了第一批 必施碧玉 发购 忽然间碧玉 他赚了钱 赚了钱便发心 他运了三十吨 必施碧玉 去北京 北京好像去广州 三十吨去广州 就要做一件轰动的玉制品 想来想去 帮他去广州 去哪裏呢 结果去了 师傅 我补充 你补充 他去了沈阳 去了沈阳 但没有人会跟他做 没有人敢做 钱转他运到到广州 三十吨就回到沈阳 因为他当时去沈阳 沈阳会比较便宜 结果没有人敢做 你这么大件 三十吨怎么做 运到到广州 即是较较的地方 结果运到南方玉雕厂 那时南方玉雕厂是国营的 最大的玉雕厂 运到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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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 牛郎迹女有没有做 一年才见一次眠 谁跟你买 那些情侣就不会跟你买 夫妇也不会跟你买 一年才见一次眠 大吉利是吗 又没有牛郎迹女 不如八仙 八仙可能是道教 又不可以 做什麽呢 我要做一件很大的 光光烈烈 很地道的 不如这样 不如这样吧 我们有六用紙 你把整个六用紙做出来 就可以了 是否搞错 用迫玉来做整个六用紙 你可以这样 以六用花塔为主题 旁边配以所有的偏电 和大宏宝电就可以了 好 是的 结果他做了六用花塔 其实做了六用花塔 这就是六用紙的六用花塔 九尺高 直径是八尺 有很多电 有很多花塔 这件在1982年 荣获中国最优等的艺术作品 最优等艺术作品 曾经在广州交易会展览过 曾经在展览过 现在那件事在哪裏呢 我知道 但我不想告诉你 我知道那件事在哪裏 还有三十灯 割了其他淨料 还有很多淨料 有一件很大的淨料 罗先生说 我想做尊观音像 去哪裏做 去北京 将它运去北京 北京有四大挑黑家 其中一个挑黑家很有名 尊挑人像叫孙心 大概有五六吨的碧玉 挑成观音像 五六吨的碧玉 这叫孙心 是北京的四大挑黑家之一 现在这挑黑这种观音像 就在八面观音的前面 你可以慢慢去看 在莲花座下 就像孙心 朝黑 有外章 那便有一件艺术作品 还有一件艺术作品 一定要看 尤其是对壁画的人有兴趣 就是我们大概在16、17年 有一位三代 画罗汉画佛像的画家 叫做冯介文老师 三代 上一代是冯启泰 冯润芝 全部以国家级的画佛像 最出名 传到他第三代 他在香港住 在香港住 又在澳门住 他新移民来这里 当时已经七十多岁 来到冯阴寺 这个地方好 当时没有佛寺 冯阴寺是全北美洲 是第一间 用古建建出来的佛寺 是第一间 我们前个佛寺的形式 是用清朝故宫的形式建造 所以发觉有很多佛寺 去到禅那里 撬起 撬起 就像泰国佛寺 那些是南方佛寺 北方佛寺 故宫的那些 禅是不孝的 所以你会看寺院的 如果寺院越去到南方 禅越尖越尖 你知道他们在泰国跳舞时 那些手指 越南就越喜欢尖的东西 这麽奇怪 越北不是尖尖的 你看我们的禅就不是尖 不说那样东西 现在讲这里的建设 不说了 就先讲壁画 冯老师来到这裏 就说我要发心做一件事 他是画家 不如画九龙壁 在前面 因为这裏 高音子的气势 风水的气势 当时未有前面 比较赦 一定要有个案台 所以在这麽多年里 我都学了很多风水 我的风水不是神通的学 我是跟这些识风水的人 这些又讲那些又讲那些 我便增加自己的见识 我又喜欢学习 我便增加自己的见识 前面要有一个案台 拦一拦它才行 你这样一射千里 不可以 那便做了一个案台 用案台用什麽 壁画 我和你画九龙壁 好呀 九龙壁 我们再开会 经过好似的开会 都不要画九龙壁 中国也有九龙壁 我们要画中国未有创造 我们创造新的东西 那便画甚麽呢 七宝如来 七宝如来 未有人画过 七宝如来 好呀 冯老师说 好 我也想七宝如来 因为冯老师是什麽人物 他已出过加十年 他专学密宗 所以他对于密宗的手印 密宗的衣 背光 他便很熟 他便用访堂的方法 他的衣纹 手印 全部颜色连坐 你慢慢去壁画欣赏 每一尊佛 衣服的花纹都不同 每一尊佛的连坐颜色都不同 每一尊佛的手印都不同 每一尊佛的样子都不同 普通人不认识 他便说 好呀 好呀 这是壁画 其实这幅画我们制作了多久 三年 我买了一个大的炉 每一次烧十二片 制作了三年 初初用原笔起稿 起稿后加息加原息后 每次放八块进去烧 用超过一千二百度去烧 那些瓦片是德国的 那些瓦片是德国的瓦片 那些颜色 一部份是意大利的 一部份是德国的 因为不会变色 我们不用另一种色 如是者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 三年后便画出这篇壁画 现在王冯老师 九十四岁已往生 如果他在世已百多岁 你去看作品 作品下面有写的 1988年春 某某人请我画这幅画 现在经过三年的制作 我这幅画完成 那幅画是 我想全世界都没有 没有七宝月内壁画那么大 这幅画是百多尺长 十多尺高的壁画 我想中国未必有七宝月内壁画 当然敦煌壁画很有历史性 但可能过了几千年后 我们已经有壁画也有历史性 大家看看 不说太多了 先说太多了 就是那个殿里面的艺术 一尊是壁犹欢音 另外一尊是七宝月内壁画 请问法师 散心杂话 信思难消 此句何解 通常我们过堂的时候 佛祭比丘 食传五观 前面那句 佛祭比丘 食传五观 散心杂话 信思难消 大众 文庆 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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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还有几句 佛祭比丘其实不一定是比丘 所有的佛弟子 所以我们正好念 佛祭迪子 不只是比丘 佛祭比丘 食传五观 食饭时 传出五种观赏 这种五种观赏 这种五种观赏 里面很有义理 但你不是问那个人 而是问这里 佛祭比丘 食传五观 散心杂话 信思难消 即是说 你不要说太多话了 不要想法了 不要说闲言闲语 散心的杂话 因为刚刚在缘禅 那么集中精神收止 你现在要说说话 广道的人的心都散了 所以真真正正的禅修 七日的禅修 七日的精进佛七 是不应该说话的 所以 为何说话 人是喜欢说很多闲话 又是说是非 闲话 又是说大话 又是说异语 又是说恶口 甚麽都齐 人说很多没有意义的语 即是说散心杂话 不要说了 还说很多东西 家里已经说够了 还来说 信思难消 信思难消是怎样的 善信布施出来的食物 很难消化的 这方面是从身体的吸收方面 是很难消 因为你也不着重 你不知道你在吃甚麽 从身体方面消化不了 从心方面也消化不了 为什麽 别人捐出来是让你说闲话 别人捐出来成就你 来打禅七 要你开悟 要你有功德 是要你行善 要你修行 你便不去修行 专是说异语 你怎样承受这份 别人的布施充心热情 你应该惭愧 是这样的 我现在不是去骂你 我现在不是去骂你 信思难消 你有什麽资格 去吃别人 布施出来的东西 别人是被修行人吃的 你现在这样 亦说闲话 又不专心 又不修行 又跟跟计教 信思难消 身难消 心亦都难消 明白吗 所以我们 继功多小 量比来处 为什麽意思 第一句 继功多小 量比来处 善己得行 全缺应共 继功多小 即是 你在吃这东西的时候 继续里面的功德有多少 你不要乱吃别人的东西 你以为你 给了钱参加禅修 我已经给了钱了 你有钱大了吗 例如你万二元 现在这些可能里面有很多人 我想成就那帮禅修的人 来禅修 你吃的东西可能已经超值了 因为有人成就你 你没有想这些东西吗 这个寺院有人捐出来 成就你来打这个禅修 你那万二元早已用光 昨天的 你说是借回票价 昨天已经借回票价了 现在这些是多余的 你还不去修行 你不去修行 你应该这么惭愧 你这些票价 昨天已经玩完了 真的 好 很难消化 计功多小 平时我们出家人吃饭 计功多小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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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顿饭不是容易得来的 你以为自己下车了 坐下就吃 人家还要有义工serve你 有人去煮 有人去买 然后要洗碗 你能否承受到人家的热乘招待 如果你不去用功 你用功就可以了 你用功可以消耗 你不用功 你用功来享福 我告诉你 出家人也是 如果你出家之后 你吃人家的饭 你躲在自己闭关 什麽都不管 你消不了 你要回贵众生 你要讲道一切众生 你以为我有钱 我出家之后 我在大埔 在沙田买个apartment 我请个宾妹服侍 我又叫出家 这又叫出家 出家是要度众生的 不单自己用自利 还要利他 是要这样的 不是随随便便 继功多小量比来处 还要量比去来处 喘己得行 全缺应供 想想自己的得行 真是惭愧 即是能吃到这一餐 喘己得行 想想自己的得行 全缺应供 我不应该应供 我还未做到竹石 所以我们吃这一餐饭 要有惭愧心 人无惭愧心 收不到道 收道之人必须有惭愧心 为什麽 收到人必须要进步 当他犯了事时 别人说他这一件事不应该 我无惭愧心 为什麽说我 我不改 那便无惭愧心 如果在任何地方 任何道场 如果有师傅说你这样 应该多谢你 因为如果没有人告诉他 我不知道改 你应该有接受别人的心 如果有人说你不好 那可能是好人 有人认识你 那便未必是好人 明白吗 通常来说 是嫌诗才是出高徒 你的老师越严格 你就越有希望 你的老师不理你 那便没有什麽希望 你的老师便可以 求求其其 我也是求求其其 不要紧张 无所谓 无所谓 那便麻烦 明白吗 信尸难笑 此句何解 你现在明白吗 明白吗 这句话你明白吗 下一句 还有十分钟 修念佛法门 往生可往西方极乐世界 其他佛教徒将会往生何处 即是说 如果你修念佛法门 便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其他不修念佛法门 其他佛教徒将会往生何处 或者不要说其他佛教徒 其他不修念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班人怎样 这班人怎样 你才是聪明 其他佛教徒往生何处 除此业历 一日无常度 方知梦里人 万般大不去 唯有业除身 那我修禅呢 我不是一定 我修禅也可以 修禅可以 看你去到哪裏 有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或者你修四禅八定 得到四禅八定 便是四禅八定的境界 如果你修灭尽定 便超出三界的境界 要看你修成怎样 或者我修到阿罗汉国 或者我修到阿罗汉国 或是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便看你自己的修行 到哪裏 通常凡夫 都是大地的业 流转到下一生 所以其他佛教徒 就是大业 而流转到六度里面 有三角度 有三善度 谁决定你去三角度 谁决定你去三善度 谁决定的 你自己决定的 你自己自作业 你自己做的事来决定 所以功德 善的便去善度 恶的便去恶度 正业的便去正度 西方基督世界属于正 正的业 仍然有业 仍然有业 但这种业是正业 就是这样 修禅的人是怎样的 修禅的人的境界很高 可能修禅 修禅就是修心 如果你想 禅这个词 不要想着翘脚就是禅 不是翘脚就是禅 行也禅 坐也禅 与默动静 体安然 只是翘脚就是禅 我不翘脚 站着也是禅 都可以 是修 事不是修心 不是修你怎样坐法 不是修你怎样运动 运动员就磨掌 磨掌就抹自己的头 不是修那些 是修心 你修到哪裏呢 有些人修心修到 境界非常高 有些是未行 看谁修到哪裏 好 最后这个问题 打坐半小时后 幸好有一股气从背后升起 有些痛不知如何处理 凤身修禅 我要问你 你如何修 如果修 有些人很纳杂 又修道家的 小周天 大周天 又修 修瑜伽的 或其他国派的 叫做Kuna Nili 你有没有听过Kuna Nili Kuna Nili是修每七个Chakra 它修每一个气脈的重点 如果这样修 修到某一段时间 你的气脈可能会强劲 你的气脈一强劲上来 反映一种反应 例如你后面的尾龙骨的气脈 冲得紧要 冲上去 冲击塞了的地方 你不会产生痛 冲击得紧要 产生痛 这些痛的问题 就是气里面的反应 不知如何处理 你要改变你的修法 我要知道你如何修 有些人 集中修某一道的地方 有些人修丹田 有些人修眉间 有些人修淫督 有些人修Chakra 在某一个地方 如果没有明师指点 这样修下去也很危险 如果你是修到某一个 你用自己的方法 我不问你谁 或不喜欢告诉你你是谁 你修你的方法 如果修到有些痛 或有些问题 就不要用你的方法 你改修什么 其中一个简单的方法 容易的方法 你改修慈悲观 Meta Bhavana 叫慈悲观 我不修集中 不修注意力 止于某一个地步 我要修向一切众生慈悲 或向争怨的人慈悲 你要修慈悲观 改修的方法 不要集中在你修方法的一点 亦不需要很害怕有什么问题 通常禅收得越深入 身体的问题便会出现 为何呢 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心底里面 很多垃圾 有多少垃圾 无量无边 有很多垃圾 这些什么垃圾 亲自 杀度 淫妄 与与与与与业力的种子 有很多垃圾 修禅的时候 要如何 意图清理垃圾 普通连修禅 修心也不会 垃圾永远是盖起 一路加进去 只有一孔入 一直进垃圾 宿世内进入多少垃圾 带着垃圾投胎 叫业力 现在收拾时 里面和你清理垃圾 清理垃圾的过程挺痛苦 因为你不知道有那么多垃圾 一打开 臭气昏天 忽然很害怕 原来我有那么多臭气 要那么多垃圾 一怕 有一种恐惧 所以你越是深入 越会产生很多反应 这些不能三言两意跟你说 因为禅不只是说 我打座很轻安 打完座很舒服 那些是在门口走来走去 也好 打完座之后很轻安 也好 所以禅师有些 你见到瘦猛猛 或者很有病 因为他在清除垃圾 他在清除以前的垃圾 有时他会觉得他不舒服 某个地方不舒服 但那些经验的禅师告诉你 他虽然不舒服 所有有道力的道人 都带三四分病 你看不出他 他一直在清除垃圾 但他一直在打座 有时他越来越垃圾越清除得多 他越来越脱胎换骨 所以如果你没有根性 你学禅 我就不赞成了 念佛 你没有根性你学禅 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说禅不好 你不要冤枉我 我没有说不好 我说非常好 你是否那个根性 你是那个根性很好 你有这个时间很好 出家人时间比较多 学禅都没有时间 何况你是在家人 你有老婆 你有丈夫 你有欲念 如何收禅 你如何去到初禅 初禅是要离欲的 你是居士 还有男女关系 你修禅吗 需要欲禅吗 没有的 你一定要离欲 才能收到初禅 你有欲 如何收到初禅 最多到欲界定 欲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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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高级是未到地定 未到地定已经离欲了 离欲才能收禅 彻底来说 当然比普通的 种植善根 修善定 当然好 我是很赞成修禅 但是否那个根性 但你亦要修禅 我没有绝对 为何亦要修禅 因为禅可以处理烦恼 利用有止 令你有观 若你又修禅 又懂得止观 懂得止处理烦恼 一方面你修静 念佛 叫做禅静相修 犹如大各苦 令社快进步 不如禅静相修 又要打坐 不要不打坐 只要注意 禅是有禅病的 你看禅病经里面 若你修禅 有些反应令你害怕 不要害怕 你越修下去 你会越有反应 但只要你继续下去 有反应 你不要执着反应 你继续下去 越来越会进步 即是修禅的人 要走入谷底才能爬上来 你不去谷底 便不能爬上来 利用释迦玛利法 有去到谷底 有呀 他也去过谷底 那些魔王的引诱 他去到最困难的时候 他便可以却摩 却摩之后 目睹明星成佛 他也会经过困难 所以禅师有句说话是什么 未经一番寒切骨 或不是一番寒切骨 有句说话 枕得梅花扑鼻香 学到有如手禁城 紧把城头战一场 不经一番寒切骨 枕得梅花扑鼻香 学到手禁城要战争 你和什么战争 你和魔战争 战争是没有痛苦的吗 战争就是有痛苦 如果完全无痛苦 有两个可能性 如果你学禅 学到很大的进步 你完全没有问题 又很开心 完全没有烦恼 什么都没有 我一直进步 唯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 你前世已经收过了 你经过那些 经过那些 你这一世 享受了前世的那 即是 你以前收过的 你的可能性是什么 你所谓说 我现在收禅收得好 那些是假象 不是真象 是假象 凡所有上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不要不收禅 你不收心 处理不了你的烦恼 到时烦恼来 你会随着你的感觉走 随着你的感觉走 你会怎样 你会说 亲 恨 嬌 喘 狂 发脾气 哭 叫 又是打架 你看家庭内的压力 就是因为你不收心 如果家庭内收心 就不会是这样 那么 欢迎订阅 多良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